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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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场演出的票价才会订得这么保守 避免出现票卖不动的情况 这也告诉德云社的演员 绝大部分观众来德云社 是冲着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名头来的 而不是冲着你 就像郭德纲老师常说的 绳子捆在螃蟹上值80块钱一斤 可千万别以为自己值这个价钱 离开了螃蟹你一分钱都不值 千万别被德云社的火爆冲碰了头脑 不幸你看退出德云社的那些演员 在德云社的时候很火 可是一旦离开了德云社这个平台 基本上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郭德纲老师说过 德云社现在有资格说笑里的人 只有岳云鹏和张云雷两个人 除此之外的徒弟们 都多少还欠缺点火候 不怪德云社或者郭德纲的名头 靠自己本身的名气 要么卖不出票 要么卖不上高价钱 所以于谦老师曾经评价说 德云社谁走了都无所谓 哪怕是岳云鹏走了都可以 只要郭德纲还在 德云社就永远不会倒 有没有郭德纲票价差这么多 这也给德云社的演员们提了醒 千万别以为是自己多么优秀 让演出场场爆满 你还是沾了你师父的光 只有自己不断努力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才能早日让自己配得上笑里二字